要距離出口45度 所以我們等一下大概在這個點 因為這台Cup它沒有轉速表 它最大馬力的轉速的一半 就是這個測量的標準值 大家好 我是阿飄 我眼前這台是我上次 跟這個嬌哥借的C125 就是Cup125 它人在旁邊 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 就是今年不是有這個排氣管噪音的檢驗嗎 這次呢 阿飄有兩位朋友 一個是嬌哥 要改這個集村管 Yoshimura 我們來開一下它這個新買的這個集村管 這個是Cup專用的 打開就有一張 這算什麼管啊 它有寫一個GP的字樣 我們幫它開箱一下 這個就是管身 這隻好像是鈦合金的 哇靠 這年頭改管不簡單 那因為今年的改管比較嚴格 所以呢 我們也有訂製這個家常的消音篩 這個短的是它原本附的消音篩 我們在網站上有看到就是這種 2024可以驗車合格的家常式的消音篩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把這個集村管 把它裝上我們的這個Cup125 在安裝之前呢 我們會先看一下說這個原廠管的聲浪 改管前改管後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體感 那我們就先來試一下這個原廠規格這根管 這個真的是超安靜的 然後呢 我們今天也準備了這個分貝劑 還有這個捲尺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照這個正常驗車的這個程序 我們先記住這個原廠的樣子 然後等一下把它裝上這根 然後全段的這個集村管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說改裝前改裝後的差異 還有這個分貝數到底差多少 那我們現在就要準備這個分貝劑 法規的部分就是要距離這個出口50公分45度角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要準備這個捲尺 把它拉成這個50公分 50公分 我們的量測位置大概就是這樣子 它要距離出口45度 所以我們等一下大概在這個點 因為這台Cup它沒有轉速表 它最大馬力的轉速的一半 就是這個測量的標準值 那我們就大概轉個1 3分的油門 錄個聲浪讓大家來聽一下 我們現在講話的聲音 70多80左右的這個分貝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up125原廠排氣管的這個分貝值 大概是多少 來吧 發動吧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怠速的聲音 67 68左右 那我們大概吹個1 3分的油門 那如果大概吹到1 3分的油門 我們來測試一下 就是大吹一下 來 大吹一下有到96 當然驗測不可能這樣 改一下這個相機 錄那個聲浪給大家聽一下 那因為這台Cup125它沒有轉速表 所以到時候驗測的時候 應該他們會接一條線去檢測這個轉速是多少 那我們現在因為看不到轉速表的關係呢 我們就只能用一個1 3分的油門 一半的油門跟全油門 來測試一下說這個分貝到底是多少 然後剛剛驕哥已經測試完 說原廠的這個體感 加速啊 聲浪啊之類的 那我現在也稍微來體驗一下 因為這樣我們等一下換完 才不會只有一個人的感覺 而是兩個人都可以分享 那就換我去試試看吧 Cup125原廠聲浪測試 GO 那我們來試完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把這個 全段的集穿管給它換上去 然後我們再來體感一下 現在改車真的不容易啊 改個排氣管還需要驗噪音 還不能太大聲又要好看 走吧 焦哥 出發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車行 然後焦哥他也是這個DIY派的 所以就來車行借工具 自己的車自己改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把這個原廠的 這個Cup業務的排氣管給它換掉 換成我們的全段集穿管 看別人花錢我最開心了 然後把它分享出去 讓大家一起來改對不對 然後尤其是今年啊 這個排氣管的這種檢驗 各個地方好像檢驗模式 好像都不太一樣 這次他們改完之後呢 我們也會把排氣管拿去做 這個驗測的動作 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現在的流程大概是怎樣 這就是原廠Cup的排氣管 單手可以舉起來 放球棍 放球棍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這個集穿管 這根寄來 它是有分段的 它不像原廠管 就是一整根 各位觀眾 哇 原來拆箱管子是這麼好玩的事情啊 真的很輕 看了心情都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研究 怎麼把它裝上車 我們另外買的這個消音塞 裝進去 來看一下長度 它的消音塞有這麼長 跟統身比的話 超過一半耶 然後這組消音塞 鎖點在這邊 然後到時候那個焊點 就是消音塞要把它焊死 所以我們可以在驗車前 偷偷的把消音塞拔掉 哈哈哈哈 先爽一下 再把它塞回去 然後拿去驗車 好 我們現在來發車一下 聽一下聲音 喔 很安靜耶 欸欸欸 消音塞還沒鎖 哈哈哈哈 他在後面跳舞啊 他是喔 他在後面跳舞啊 哈哈哈哈 欸好聽耶 好聽耶 哇 這個好聽這個好聽 好啦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 集村管 給它裝上去了 我自己DIY就是不一樣 然後剛剛有聽到這個 怠速的聲音 非常好聽 聽到我都有點心動了 那我們現在趕快去路上把它測試一下吧 我們又回到原來的地方了 我們已經把這個消音塞裝上去 我們剛剛有先稍微試一下沒有消音塞 真的是太吵了 一定會被抓 那我們現在上了這個家常型的消音塞 才有辦法在台灣的這個法規中 可以合格的檢驗成功 那我們先來發一下這個聲音吧 其實從旁邊聽就很好聽 尤其是它怠速的時候 然後我剛好先去試騎了一下 就是稍微旁邊繞一下 然後我覺得從旁邊聽 比坐在上面聽還要好聽 它就有那種啵啵啵的聲音 就是非常的低沉 然後不會太吵 我覺得這個聲音真的是非常棒 像我個人啊 如果我聽到這個聲音 我應該會蠻常出去騎車 焦哥你趕快有沒有這種感覺 騎車就是要有聽到聲音 騎車就是要有聲音 要聽到自己車的聲音 還不然怪怪的 連我在旁邊聽 我都想買一台來改 我們從V-Buy買這根管 這根吉村全段 才買一萬兩千多 然後含消音塞才一萬三千多 我們現在就來測量一下說 改完管之後 這個分貝大概大了多少 有沒有辦法在合格的這個檢驗標準內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這個分貝 開始吧 我們現在看分貝數大概73左右 跟我們剛剛改管的差別 剛剛改管像是6768 大了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一樣就是補三分之一的油門 然後分貝數大概是83、84、85左右 那我們現在補大概一半的油門 一半的話分貝數大概91左右 那我們稍微全油門一下 破百啦 10多耶 104還10幾 再次再次讓他記一下 109.3耶 有大聲 但這是要全油門才有這個聲音 不然他其實在大概一半油門的時候 我是覺得還蠻好聽的 那我們就來問一下焦哥說 就是換完這根管之後 有沒有什麼心得分享 轉速比較好拉吧 騎起來就是變好騎 加速比較乾 可能是聲音關係吧 感覺比較快 感覺好像馬力變大那種感覺 實際上我們沒有這個馬力機去測量 但是我們覺得心靈上就是提升了不少 是不是這樣騎起來就比較爽 對就是爽很拖 原本太低調了 我真的覺得原本這台車 真是非常安靜 漫步生活的這種感覺 我們這次就是來看焦哥 改這個集村管全段 那現在就換我去試一下 他的加速有沒有什麼差異 好現在就換我來試乘一下 這個聲音低層的好聽啊 我非常喜歡就是他那個前段 轉速起來的那一段 非常的好聽啊 好那這次很開心可以幫焦哥一起開箱 這根集村管 又撐到了一支片 可以看到他開心的笑容 改完一直笑啊 那這次呢除了我們改這台CUP125之外呢 我們明天還要去改一台 一樣是集村管的六代近站 那明天我要往新竹去跑 今天這個宜蘭的天氣真的是 一下下雨一下要出太陽 搞得我真的是非常熱 但是看到這根管就覺得很開心 那我們下次再來找焦哥啦 宜蘭一日遊 看一下他這個CUP 下次會做什麼樣的升級 那我們除了這台CUP 還有明天的六代近站呢 我們都會去做接下來的這個噪音檢測 教大家說現在的這個流程要怎麼跑 我們這個是從這個WeBike官網去訂製的 我們有多買那個專用的消音篩 他可以在台灣的2024的這個法規內 可以通過這個檢驗 就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等明天 我們去新竹改那台六代近站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今天非常感謝焦哥 我們去喝飲料吧 好熱喔 滿懷笑容去喝飲料 好那我們今天要改的 是這台六代近站 一樣是全原廠 然後要來改這個集村管全段 跟昨天一樣 然後型號的話 好像是R77S跟那個R77J 就是大排量用 S的話就是中小型排量用的 那我們等一下一樣就是來原地測噪音 測一下原廠分貝值跟改裝之後的分貝值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測一下原廠管的這個分貝值代數跟最大馬力轉速的一半 就是驗車的這個噪音到底是多少 目前代數大概是六十七六十八左右 在這裡期 電車噪音大概是八十一八十二左右 那我們現在就來去拔這個原廠管 去改成這個集村全段 看一下等一下噪音會是多少 那我們眼前這支就是這次的這個集村 它是跟這個NMAS共用 如果之後這個近站要換NMAS 也是可以直上 然後這個型號是R77S 來看一下這個銅聲 其實滿輕的耶 然後它尾段是這個卡夢 彩態色還滿漂亮的 然後這個重量也是算滿輕的 這個管身非常輕 這個Mark超帥好看 然後它這個前段應該是白鐵的 它這邊有做一次這個回壓 所以它聲音就不會這麼大 然後我們這次一樣有買這個專用的消音篩 就是跟昨天那個Cup125一樣 是專用的消音篩 它就可以做這個2024的噪音合格標準 一樣是在噪音範圍內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把這個排氣管給它裝上去 然後今天一樣是DIY 借了場地來DIY 那我們昨天Cup那隻集村 WeBike上面有附一張圖 就是真的實際馬力會提升 但是這組在這個官網上是沒有寫 但我覺得應該也是會提升不少 因為他們都是做這種所謂的專用管 那我們就準備來上車吧 他們先研究一下 我們現在把這個尾段給它裝上去了 但是我們消音篩還沒篩 我們想說先聽看看沒篩消音篩的聲音大概多大 那我們今天這台六代近戰剛好是這個60週年款的配色 就是這個紅白配色 我覺得也是蠻經典的 然後剛好配上這隻日本集村 我們現在消音篩已經篩好了 然後那個彈簧也已經勾好了 這根管子的特色就是你從正面看 跟從上面看跟從後面看 那個顏色都不一樣 它就是有點彩泰色非常的好看 各種角度都非常帥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測一下說 改裝完的這個分配值到底是多少 那我們這兩天的這個測驗都只是做個參考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在很正式的這個驗車場地 也有一點風聲或是有一點環境音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一下說這個 改裝完之後的這個原地噪音值是多少 原地噪音大概是7776左右 然後我們把它吹到那個驗車噪音 我們的噪音值大概是85而已耶 8485而已耶 其實滿安靜的耶 高轉一點看看 最高有到102 我們昨天吹到109 其實還不錯啊 小放屁啊 有小放屁對啊 回遊的時候 那我們等一下最後再去路上測試一下說 改裝前改裝後有沒有什麼差異性 我個人是覺得這支管又跟昨天的不太一樣 就是它的聲音更低沉一點 然後昨天那支吉村 它在後段轉速整個上來之後 它其實有一個滿大的聲音 但是今天這支真的是還好 沒有突然爆音的那種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這個 改完管之後的這個六代進站 哦從這邊看下去 這個藍色真的很帥 我很久沒騎六代進站了 哦 來催一下 六代進站說真的非常不快 懂你的感覺了 很沒力 真的很慢 這接下來就是改傳動了 那我們剛剛測試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心靈馬力上的提升 因為進站六代真的加速不快 可是我已經習慣我的SL Plus 所以呢 我覺得剛剛只有心靈馬力的提升 但是這根管真的很帥 那這次剛好就是昨天的宜蘭車友 跟今天的這個新竹車友 他們都各自改了一支吉村管 就是全段管 他們剛好都是在VBike上面購買 各位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找VBike上面有這個 2024檢驗合格的這個標章 去購買這些排氣管 基本上都可以去做這個噪音檢測 那我們接下來這兩台車 車主們也會去登記這個所謂的驗車流程 讓它變成一根合法的這個排氣管 可以通過這個2024噪音檢測 那也提醒各位 今年算是一個寬限期 如果明年的話好像會變成自費 那我趁這個時候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現在要如何找這種合格的排氣管 你就可以從這個VBike上面去搜尋 那我覺得改裝排氣管也是改車的一環 但是要怎麼改的不那麼吵又好看 又有型又可以顯現出這種車身的線條的美 我覺得就是各位自己可以去找自己喜歡的排氣管 那像今天跟昨天這兩根吉村的排氣管 我就覺得很好看 昨天是這個鈦合金 就是這種銀色的 今天是有點彩鈦色 兩根都有各自的特色 然後聲音都低沉好聽 接下來呢 兩位車主就會去做這種噪音流程的檢測 我們後續也會跟大家分享做出來的檢驗 基本上應該是可以直接過啦 最後也很感謝這兩位車友 讓阿飄拍攝改裝流程 讓大家看一下香噴噴的吉村館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影片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